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我們第一位邀請到的 是精神科醫師許正典禧醫師 洪英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這個是許醫師的新書 戰勝網路成癮 找回迷失在虛擬世界的孩子 老實說現在真的孩子 對網路的沉迷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暖暖書屋 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 是這個遠科醫師黃宥嘉 黃醫師 正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藝人梁雲斐 正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作家黃月水 黃老師 這個哪 正大哥好 你這樣稱呼就對了 趁心叛逆 真的 今天就我們的主題嘛 好 律師 黃老王 正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 歡迎五位 謝謝 我們今天主題是 令人頭痛的叛逆期 好 那主題當然就黃月水 黃老師 這個很叛逆 還好 好 不過呢 我先請教一下元肥啊 你這個手是真的刺青嗎 真的啊 我爸媽快瘋了 剛刺的時候 那是幾歲的時候刺的 我第一個刺青是國中的時候 國中一嗎 大概國二吧 國二 對啊 那時候家裡就沒辦法接受 然後那時候在這邊 然後我爸滿狠的 他就帶我去把這塊皮割掉 那割起來 我的天主 真的耶 對 用磨的耶 就要割掉 然後封起來 但是代表沒有用 因為你們看我現在身上還是 對 OK 那這個 這樣的刺青是國中就完成了嗎 沒有 沒有 國中的話就一點點 那剩下就是等我長大之後 就是法律上 他沒有辦法管我的時候 那我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十八歲 對 那這樣的刺青要刺多久 哇 像我手這一段 可能分個兩三次的話 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 對 那像這種 大概就是四五個小時 對 那這樣的圖案 有代表什麼意義嗎 有啊 每一個都 這個好了 我講這個 這個是坦承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很喜歡說謊的人 我慣性說謊 那因為這樣 其實我失去了蠻多朋友 然後跟很多不認同 所以後來我跟我自己說 我不要說謊 我就刺了坦承在手上 所以我就是 提醒自己隨時 做藥品 大概是這樣 那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花紋 你是說字體還是 這些都是花紋嗎 對啊 因為我平常 我喜歡自由潛水 所以這邊是海浪 然後有海龜什麼的這樣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跟我覺得值得紀念的事情 我就把它刺上去 是是是 那現在爸爸媽媽 看到這樣的刺青 有什麼講話嗎 因為我跟我家人 其實跟我爸其實不太會講話 所以就是也沒什麼差 只是一開始回到家之後 都要穿長袖 但現在就是 因為我也覺得說 我現在是成年人 好像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你也管不到我 是是是 對 所以就沒有 後面就沒有討論 刺的時候很痛吧 很痛啊 那種痛有辦法用言語 怎麼形容嗎 它就是很像 縫衣服那種裁縫的針 然後你的皮膚這樣 就是很像針刺進去 然後這樣子嚕的那種感覺 大概是這樣子 痛得起來 感到針受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主題 令人頭痛的叛逆期 我相信原匪國中的說一定很叛逆 超級對不對 那家長就很傷腦間 那這個我們最近在臺中有個高中生 他被師長集體霸凌而去走了絕路 他輕生了 那麼說這個調查之後 審議小組認定有四位師長 不當管教 那這個先請教佛老王 你把這個事情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臺中 臺中一個高二生 他就是在那個學校的時候 他就就是輕生了 輕生那原因是要拉回到他之前來看 就是他其實從小國中 國小的時候是個自由生 到國中畢業的時候還拿縣長獎 而且在高一的時候 在高一的時候 他還是班上的小組長 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就是其實在學校表現還不錯 就是能夠拿到縣長獎 這個可能我也辦不到這樣子 就是還蠻優秀的 那到高中似乎是在高二的時候就開始 好像就有一點走中的這樣子 他可能在高在校內被抓到喝啤酒 被抓到抽煙 他從此之後學校的這個師長 教官好像就對他就有一些意見 就開始對他有一些比較不當的一些行為 然後就根據這個人本接近會的這個調查報告 是講說他就被指控說吸這個攜帶電子煙 可是從來沒有找到過 加上他從來沒有找到過電子煙 對然後再來是還說他有偷錢 他是一直否認 他就是有點是有點栽贓給他的感覺 因為沒有什麼證據 那再來是他還常會對他收聲 對就是說就是遇到他 可能就搜查一下他身上口袋什麼 有沒有帶煙就從來沒有搜查過 那再來就是會搜他的書包 就是把他書包整個倒過來 然後地上東西都倒出來 然後看看我們什麼違禁品 那還有對他就是有些侮辱性的字眼 就譬如說他會在那個其他同學面前講 他是什麼敗類 他是垃圾像這一種的 然後最後還有強迫他休學 而且他因為他不想休學 然後就強迫他寫切結書 他以後絕對不會再犯 就是絕對不會再犯 然後才就是才沒有那個 那後來就被人家發現 就是他就在就是情深了 然後他在那個IG上面就還有留下一些 就是一些一些訊息 顯示好像他在校內 或者是說在家裡 好像就是承受蠻大的壓力 然後才導致說他走上這個不歸路 是走上絕路 那後來那個調查有這個司長好像受到懲罰 對對對後來調查報告 就這個是是前一陣子的事情 他最近調查報告出來了 那原本有不能說涉案 就是有關係的七位司長 那其中有四位 包括學務主任主任教官 還有兩位這個這個學校的人員 有不當管教的行為 然後都被懲罰了 這都會送到這個這個相關的委員會來進行懲罰 還有一個消息是那個校長 對校長被拔掉了 然後還記了一個大鍋 目前大概就是這五個人有受到這個懲罰 那剩下還有三位 就是後來調查好像就是覺得沒有不當的行為 所以後來他們三個就沒有事情這樣子 OK 那我想請教一下黃老師 就是說他用青森 學生用青森這個事情來回應 這應該是很很重大 人無可人 人無可人 他一定是處在一個孤單 又很恐懼 可是又很憤怒 可是又無助的情況下 這也許等一下許醫師也可以分析 我看到很多像這裡面 為什麼說有懲罰的範圍 可以擴大到學校家長 因為你知道嗎 青少年的孩子 他們其實最需要是友情 因為父母親對他們有代溝 那如果家中有弟弟妹妹的話 那也是都比他小 根本不足以彈心 所以他的同溫層就是在同才 同才就是學校 那學校這些友情對他來說是唯一可以讓他投溫的地方 可是當他在學校被公然侮辱 譬如說收身把他當賊 這些都是刻板印象 對 有些就是集體霸凌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覺得說還有回去的話 如果說家裡人可以給他紓解 譬如說我們馬來賈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國一的還有國六 國一跟小六的偷抽煙 那當然教育局就會通報社會局 社會局就通報我們機構了 那機構就要處理了 那我就是把那兩個小朋友叫過來 如果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說這麼可惡 怎麼這個年齡怎麼抽煙 然後就送給學校 或許讓學校跟他處罰 沒有啊 我跟他講說 煙不是壞事 煙不是壞東西 不然說賣局 為什麼公開販賣 還抽我們的稅金 就表示煙不是不好 只是不適合你抽 然後你跟他講道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有愛身經健康又不可以 所以等你十八歲以後 現時罵 我買兩條給你 你知道 你要有同理心 就像我小時候在學校被老師罵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媽是先打我 可是我外婆就先 這個老師 怎麼可以這樣子 應該怎樣怎樣 但是我就釋懷了 你懂嗎 他先站在你這邊 你要先有同理心 因為孩子被欺負 你都不分 很多家長是不分青紅照白 那學校是只要交出成績 然後抓出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蜘蛛網裡面去找出那隻蜘蛛 抓起來以為他就沒事了 可是不知道說這個孩子 他自己陷在那裡面 他根本沒有 在找年中 沒有人可以救他 家長也認為 尤其男朋友好 都一樣 就是家長就是說 聽老師的就沒有錯了 你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沒怪罪你打 這種情況的話 孩子是無處可以 你求願的話 以前都用疊的 用燒的 我跟你講 想死就是絕望 對人性的失望 以及對他生命價值的絕望的時候 他認為只有死路一條 才十幾歲的孩子 他選擇這麼激烈的死罰 而且死的時候 他的心是不是平靜的 對 你看這多可憐 那這很受委屈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剛剛這個黃醫師講到一半 還沒講完 對 就是說我覺得老師在發現一件問題 在傳達給家長的時候 往往就是放大一萬倍不ok 然後以至於家裡的家長 因為沒有在現場 他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我們有個朋友 他小學的時候 他現在都跟我們一樣年紀 他還記得他小學的時候 他的掃除工作 就是在榕樹下掃地 就是他負責榕樹下那一塊區域 結果老師看到他就說 怎麼沒有掃 到現在還沒掃 他就說我有掃 那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掃呢 老師就說你看這個榕樹下 都還是葉子 怎麼會 葉子一直在飄 飄下來 對 可是這是大人會一瞬間冒出來的話 會覺得這個老師怪 可是學生說的是一樣 差不多意思就是說 那你這個就是榕樹 他就是一直掉葉子 你怎麼能夠說 因為看到有葉子 就說我沒掃 現在我們這個年紀聽 都很奇怪的事情 是問題是當時的老師 是直接在他的聯絡簿上講說 他態度不佳 品性玩力 也就是說這個很像是健保 放大一萬倍的事情 就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覺得沒什麼 可是你在轉數的時候 放大成很大的一個倍數 然後像這個高中生 因為他在死之前 他有一個 就是他留下了這個遺言 他是這樣講 他說目前是這樣子的 在某一個料亭的面試 蠻順利的把資料弄一弄 下個月應該就可以順利的入職 但我媽要把我趕出去了 他說我的人生毀了 然後順便把他的人生也毀了 沒救那一種 我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他叫我自己想辦法找地方住 但是我沒錢 就算真的順利入職 也不可能那麼快有錢 然後打到一半 就是打字 我爸打電話過來 叫我 叫我滾回某某地方 所以我原本規劃好的 都沒有辦法再做了 我要去死了 再見 那所以這是他最後的留言 我們要看的是說 這是他死前留言 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在 很可惜的 在學校就是受到 我覺得是不人道的對待 你懷疑有很多種方式 人家也可以解釋 有必要就是貼了 那麼惡劣的標籤嗎 就是我們說的放大一千倍 一萬倍嘛 但是他受到了這樣子的標籤 之後其實他也許同學會 因為害怕師長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會 西瓜威大餅 這老師比較喜歡誰 我們就是跟誰做朋友 大家好像看教官 老師針對他的時候 有時候你還 你根本不了解他 可是你就想說 算了 我跟他保持距離 刻板印象 對 就是刻板印象 那所以他其實也很 我相信也比較難得到 同學的理解的機會 那學校沒有理解的機會 結果回到家 他的家長也有可能是屬於內容 因為家長我覺得有分兩大類 就是剛剛黃老師有提到的 就是他阿嬤聽到 跟他媽媽聽到 反應是不一樣的 如果他遇到的是那種 只要學校老師說 你有一點問題 其實有可能只是說 今天沒穿裙子 就穿褲子 跟大家不一樣 假設服裝 以容不整齊 有 我有同學是這樣 那真的是他在學校 因為他已經知道他的爸媽 是怎樣的人 只要你講我在學校不好 他爸媽就是說 你品性惡劣 然後講了好像一副 接下來全部都要毀掉 所以他會很害怕學校教官跟他的爸媽媽講什麼話 在那邊哀求個老半天說 拜託拜託 不要跟我的爸媽講 可是如果教官或者是老師 他有時候一種威嚴 我就是有這個能力告訴你爸媽 處理你讓你害怕 他可能搞不好讓以為讓學生害怕是一種好的教育方式的時候 好他就講 那講的話遇到黃老師的阿嬤沒問題 遇到我媽媽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遇到的是像類似這個高中生的這個父母親這樣的態度 好像別人說你是抽菸 或者是怎麼樣 你的人生就是完蛋了 把我的人生也順便毀掉的時候 把他擴大 對 已經就是變成你放大到一萬倍的時候 你你會讓這個 這個小小男孩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好 他會誤會了 他誤會成這件事情真的這麼嚴重 我好像萬劫不復 最無可適 對 所以他才會去走向這樣的絕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這個這種類型的爸媽 其實你不是很少見 那許醫師你怎麼看這個學生當時的處境 還有看這些被處罰的老師 還有他的家庭 這個實在是很複雜 這好像我看門診一樣 每次遇到家宅在家說 你好好跟他講一下 可以讓他去學校 我說爸爸媽媽不用那麼累 我開診斷書就好 讓他可以不用去學校 在家裡面你也輕鬆 老師也輕鬆 他也輕鬆 我也輕鬆 這樣子好不好 那家長就會笑 為什麼 因為其實所有的學生的狀況 都指向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 剛才黃老師跟專長老師講 他需要被同理 他需要被關注 他目前到底遇到什麼困難跟困擾 所以沒有人製作什麼 我小時候很乖 都很貼心 找做黏我黏的鑰匙 現在恨我恨的鑰匙 把我推到外面去 這中間一定有個過程的轉變 只是我們的家長都忽略到 小孩都會長大 小孩會長大 就是會有變化 不是只有青春期的生理變化 青春期也有心理變化 他又開始要爭取自我的說 我自己要說 你真的 楊玉菲 我自己是不一樣的 我跟以前都不同了 我現在要獨立走自己的時候 爸媽專門過來 所以每次爸媽來看 我就說你到底有沒有多久 聽他講話 因為爸媽都只會說話而已 就以這個高中 高二學生 青春這個學生 是 他的父母當時如果做了什麼事情 對他是有幫助的 其實父母親就是跟我一樣 只要做一件事情 好好聽 請聽他 對啊 就請聽最重要 你不要再說話了啦 不要再指責了 或者給他說教了 所以我看黃老師講的 那六八爐會覺得說你不吃 小孩我就又聽你說 那你要忍住啊 現在小孩不能先招 你可以招在心裡 心裡我會只可以 我覺得真的是請聽 對 很多人根本完全不想請聽 沒有那個耐性 然後陷入為主 就認為你這個混蛋 離我越遠越好 爸媽都真的 我們也知道他很辛苦 也很累 要忙於他們的事情 但現在孩子真的有困難 他沒有辦法像我們 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做處理 這麼多的能力 可以有這個能力 那學校的師長 應該就比較專業啦 但是我跟你講 學校有一個困難 學校所有的教育都一樣 叫做公平 但是他忽略了 就像我們看病人一樣 你怎麼會奇怪 我整個家人都吃得好 你怎麼吃得好 這麼大 一樣道理 我教都可以 為什麼你教就教不來 所以就要求要公平 你不能有獨特性 他忽略了人 每個都就有獨特性 所以他出現 就是獨特的困擾的時候 你要給他獨特的傾聽 跟獨特的陪伴 那雲斐你為什麼點頭如搗蒜 因為我講了 就是就是我聽了 其實很有感覺 就是也是我以前 小時候發生的 我以前其實成績很好 然後我爸媽對我要求很高 我爸爸是法 小學的時候嗎 我小學的時候成績好 那因為我是國中的時候 開始叛逆 然後我家人對我的期望都很高 我爸爸是法醫 然後有開餐廳 就是事業都很好 但是我從小就很缺乏愛 我爸爸他從來都不知道 我可能幾年級 我然後我的生日從小 他怎麼會不知道你幾年級 他太忙了 他工作太忙 他從一到六都在工作 然後禮拜天又要開會 他有他很多的事業 但是那時候我還 他又做法醫去驗屍 又要回去開餐廳 然後我們家還是診所 所以他超忙 那我還是小孩子 我那時候不像現在能理解說 爸爸很忙 我要的是一個爸爸 我想要被關注 我想要被愛 那為什麼我們我什麼都沒有 你們就告訴我說我命很好 給我一棟大房子住 然後我可能有很多的離庸錢 但那是我要的嗎 我想要說話從來沒有聽 我又是獨生女 超慘 然後我在學校 因為我媽就是比較貴婦 然後我從小 我媽就幫我打扮得很漂亮 跟其他小朋友都不一樣 我小學就穿那種皮草去學校 會不會被大家討厭 我被霸凌 然後被丟飲料 然後書包被撿亂 然後就是各種 我覺得以那個年紀來算 很誇張 小學 那我回到家 我也不會跟我媽媽 你穿皮草 我們穿的是草耶 我們穿的是草 那我媽 但是重點是大人覺得 大人覺得那個是對你好 媽媽覺得說我真的是 漂亮嘛 我愛你嘛 那我幫你這樣打扮嘛 那我在學校被欺負了 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講 因為我媽她也是對我寄予厚望 她就覺得說 你有什麼好講 你就是小孩子嘛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大家都說小朋友要聽話 什麼叫做聽話 服從就是聽話嗎 那你要小朋友服從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讓他服嘛 就是前面這個字 那溝通是不是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父母親 很多就是講話都會用否定式 要否定式 這我真的覺得這個是很不好 像說我可能今天想要去學畫畫 他就會說你學畫畫幹嘛 沒出席 然後我想要做什麼 你現在要幹嘛不行 我覺得這是很多台灣家庭會發生的一個問題 是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手機的問題 在青少年其實是一個非常麻煩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要該怎麼處理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其實我作為家長我有兩個小孩 那他也經歷過這個叛逆期 那所以特別對這種新聞特別有感受 那我想請教佛老王 你有孩子嗎 有 有 而且今年國一 開始了 幾個 一個 獨生 女的 那叫做雲匪嗎 沒有 沒有這麼大 沒有 我覺得其實我們小孩 這個年紀的家長 真的心裡面有很多委屈 怎麼說委屈就是 大概在十歲以前 小孩就是很乖 很天使 尤其像我家女兒 又是個性上面又是比較內向 所以就是叫做什麼就做什麼 超級乖 小時候我就講故事給他聽 我從小就編故事給他 我編了四五百個故事 然後就是都編故事 然後他就 爸爸故事最好聽了 對 就是那種小甜心 可是慢慢到中年級就開始改變 然後改變開始叛逆 中年級 那個 對 就是到三四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就開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後 通常都小三開始變 小三 對 小三 小三 應該是沒有啦 那他到四年級就開始有一點點轉變 可是 就是我們也有看很多書 我們想說 對青春期 然後我們應該要一些心理準備要什麼 對 我們也都知道 可是他的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就是上個月 就是上個月還在說 我要跟你們一起睡 然後到下個月他就自己一個人睡 我想去跟別人睡 我想去跟別人睡 真的那個變化太快了 然後就是前面我們都還是要保護他 對 小三要保護對不對 就是我們前面都還在才一兩個月前 我們還在要照顧他的生活 齊居 然後就是什麼都要按大好 然後他才會很安心的 然後去 我們給他 我們能夠給的最好的 可是到五六年級的時候 就突然就是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開始變化 就是他獨立什麼 然後你講的話然後都不對 然後以前給他什麼都好 然後現在給他什麼都不好 然後同學揪了就走 然後我們叫他怎麼樣都揪不出去 那個變化實在太快了 我們前面十年 我們都成立在那種甜蜜 甜蜜的氛圍裡面 結果一下子從天堂到地獄 對我們當然心裡面 我們也想說 我們他這種反應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可是說真的 這個反應實在太劇烈了 那你怎麼還沒電鍋機 是沒有電鍋機 電鍋機就是他賭氣 你也賭氣這樣 有 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 就是因何而 因什麼事 主要都還是手機 對 就是手機使用 因為對於手機而言 我們父母的立場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他不要沉迷 對 可是我們越近 他就越想要使用 很有趣喔 他以前有一些東西 我禁止他 然後他就非常想要使用 然後後來就說好 那現在開始 那個你可以自己決定時間 他不用了 他就不用了 像那個我買那個SWITCH 在家裡給他玩 我限制他時間 說他超級想玩 然後後來說你現在暑假 OK 那你想要玩你就玩 買不到蛋塔 大家拼命排隊 蛋塔有一百間的時候 沒有人要排 沒有人要排 他也一樣啊 他就現在他根本不開機了 那個我那台SWITCH放在那邊 大概有半年沒有打開了吧 你已經滿足他的好奇心了嗎 他就已經滿足了 他就一樣那手機 可是手機又不是我們那種 可以說好以後都讓你使用 因為我們看到是好 你都可以自由使用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一整天一直在那邊玩 那你手機你怎麼禁他 我就是兩個小時 我就是最開始 我就說已經一天只玩半小時 一次玩十分鐘 他前面都來接受 然後後來就漸漸漸漸漸 然後需求越來越大 還會跟你 還會跟你協商 還是說不夠 對那要跑進家十分鐘 真的不夠啦 你這樣安排不夠 我老人家都不夠了 何況是你還要走 那你進的時候是把手機收起來嗎 一定的 沒有 我是我進的時候 我就說那你使用在我面前 時間到你自己放下 因為我進的目的是要讓訓練他 怎麼樣克制自己 所以我就是說你要自己放下 他有在棉被裡面偷看嗎 是沒有 沒有 我覺得是有達到一點效果 就是他現在時間到 他願意自己放下來 不過當然就是 就是同學這間開始有聯絡方式 什麼IG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就是會被勾起來 會一直想要回 一直想要回 那到這種時候 就是時間到了 就會開始去拖時間 你覺得他比較重視同學 還是重視你們 當然是同學 當然是同學 就是去那個什麼 上次說去哪邊玩 我們就是拉他去騎車什麼 不要 然後也是出去玩 然後那個他同年紀的朋友說 我們去騎車 好 衝我去 我跟你講 我打個岔 不然我等一下會忘記 我跟你講為什麼 跟父母在一起的遊玩 是一種熟悉的無聊 不是啦 人不對 但是跟同學 人不對 但是跟同學 是一種有趣的探索 這是不一樣的 講得好 真的 跟父母是熟悉的無聊 真的 跟同學是有趣的探索 對啊 你跟爸爸 爸爸去 差不多行事都知道了 遠路兩個 老公子 走這條路 沒見一條路 就吃完結了 你到底要吃東西 要吃 給你吃 有什麼好玩 對 跟同學不一樣 那邊有個馬子 有兩個男生在看我們 人家這樣 這不一樣的 人家是在探索 滿足好奇心的過程 滿足好奇心的過程 就是這樣子 這是明年囉 是 用大標題寫出來 老師的金句 黃老師金句 那你太太有適應嗎 我覺得我太太她適應得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有一方面是因為 像我在她三四年級以前 我真的是投下很多的時間 我是真的 把我喜歡的事情都放下來 我就是為了她 整個翻了 法華王 你失戀了 真的 我真的有這種感覺 被拋棄了 我就常常開玩笑說 移情別戀 我就常常開玩笑說 小孩子就是到十二歲 生日那天晚上 外星人會來把她換走 換哪一個 長得很像 可是其實不是那一個人 真的 我就覺得 就是很失落 有時候我看著她小時候的照片 我會拍那個照片 然後我就 好懷念喔 會哭嗎 你會像那個鄭弘儀 他女兒結婚的那天 他哭了 女兒也真的是由衷的感激爸爸 因為他知道 他真的是爸爸的小棉袄 而且他真的是 爸爸是最疼他的 你太太看得看得開最好 因為他知道有爸爸疼了 我再疼下去 你就會寵壞 所以這非常好 對 我覺得總 兩個人總要有一個人 適應比較快 那他的心事 他願意跟你講嗎 我覺得大部分 我自己覺得大部分 可是我知道他有一些 不跟我講 對 那有一些 可是他是會講一些 就是因為我現在 每天在他上下學 在車上時間還滿長的 就是他應該也無聊 就是會忍不住跟我講一些 他如果交了男朋友 你能接受嗎 交了男朋友 太早 但是應該要 要交多一點 不要交一點 我的意思多交 我覺得這個不是能不能接受 因為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發生的現象 那我就是只能那個 就是盡量按耐自己 不要去買獵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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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爸爸佔猶豫 你還沒講 對 可以了 許醫師 許醫師都需要掛號 真的 真的 就讓很多焦慮的父母 我跟你講 超焦慮的 不管是兒子 不管是兒子跟女兒 有愛的對象 有暗念的對象 有喜歡的對象 或有被喜歡的 都是一件好事 我小女兒長得滿漂亮 他五歲 練小班 就有人在幼稚園裡面 在國外的時候 艾伯莉 I love you 他就跟我講說 媽媽 有一個很無聊的 他居然五歲 就會用無聊一個 有一個無聊的男生 跟他說他愛我 那我說你跟他怎麼說 因為無聊 所以我不理他 你看 他就開始有 社交的應變 然後所以你要讓他 有人追求他 有人寫情書 我們那個馬爾加 安置中心的小朋友 多好笑 跟我講說 閒行嗎 我說我需要你的輔導 我哪什麼事 我戀愛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的心磅磅磅 小路亂撞 小路亂撞 他要說小路亂撞 我的心磅磅磅 幾歲 幾歲 國異嘛 國異 國異 我如果說 這應該是算戀愛 但是對方知道 不知道 這樣叫做暗戀 這暗戀 老總統 你都不知道去愛人 也不愛自己 愛人也不被愛 那叫自戀 所以你要搞清楚 就是說你很漂亮 天下無敵 你那個自戀 你現在這個暗戀 真的要是對方也知道 所以你怎麼表達 他就說寫信給他 我說一個禮拜寫一次 我說你不要每天寫這樣子 很恐怖 小孩子 他跟你講這些話 他就留著需要 我一個月才去一次兩次而已 他留著讓我跟他輔導 原因是他戀愛 所以我下個月去的時候問他說 你現在的戀情怎麼樣 對方已經知道了嗎 對方知道了 怎麼樣 他不愛我 我說你這樣算不算失戀 他說我應該算 可是我不甘心 所以我繼續寫信給他 然後拿情書給我看 太荒謬 寫那個誰都不會按 那是情書的問題 太入圍了 不可以羞辱人家 不可以羞辱人家 請教一下許醫師 手機現在對青少年來說 很難慌 其實手機有點像 我們在大科以前講 那個小蘇一樣 小蘇的話 那個你是跟我講的什麼 怎麼只有你那麼早偷看 那一樣啊 我們就要探索嘛 那這個就是到了國中 青春節的過程 就要滿足好奇心的過程 那你手機的話 就是在滿足好奇心的工具 那為什麼手機沒有辦法 像電動那麼容易接 因為手機裡面 很多的內容跟連結 對 那所以內容 你要探索 連結是有興趣 再扣展到你的內容 再去更加的探索 所以變成說手機這種工具 再建立這個第一個必不可免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怎麼樣 跟他好好相處 所以我常常就說你管不動 你就叫中華電信管 有守門員啊 因為手機一定要連線嘛 對 你如果連連不上去的話 他就被迫只好這樣 這我就那時候小朋友 小時候就說爸 為什麼都連不上去 因為中華電信 他有規定十二歲以前 只能到十點 然後十點之後會斷線 可是我跟你講 這是我跟中華電信申請的 因為十二點以後又開放 所以十點到十二點讓他很無聊 不知道幹嘛 他自己想醉焦就醉焦 不好意思 我請教一下許醫師 我是一九六一年出生 那我們那個年代其實真的是國中 就有謝布納 謝布納講實在話 就是很粗糙的A書 這樣全班上數學課 大家都在傳 因為那個很容易讀 沒有 你看了會有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 不是有感覺 是很強烈 因為我們爸爸媽媽都在進場 那其實就是我意思就是說 長大以後我們也並沒有沉迷 或者是學壞 也許老婆沒有介入 對我們來講 搞不好還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他如果把它當成很嚴重的事情 搞不好我們真的就學會了 沒錯 那你呢 你當時看A書的時候 你是 有沒有什麼 我看A書就是一個 叫連結的過程 因為同學在看 我怎麼可以不看 我這樣會排斥 我就覺得好像不足以這個 我本來也是不想看的 那是因為怕被朋友排斥 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手機也是這樣 人家同學的連結會說 昨天你知道什麼新聞 譬如說不會聘個怎麼樣 靠靠靠 會聘個什麼人 我知道不會聘個 知道聘個 你知道連起來叫什麼東西 這就慘了 韓國天團 是 那你知道啊 但是有些小孩 如果他都一直在念書 他不見得知道 所以他又怎麼樣 就像剛才那個菲菲獎 你有沒有看過 國中有沒有看過A書 國小就看過了 國小看他還是當醫生 就是看了才會當醫生 沒有錯 他小學看當醫生 你中學看當民主詩人 我都受罰了 就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孩子在做這樣的過程當中 其實最重要除了傾聽以外 就是要陪伴 菲菲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孩子要的跟我們想給的 未必會一致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說 他到底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了解 說真的 他可能只是說 爸爸回來之後 看到今天過得怎麼樣 然後有怎麼樣情況 五分鐘 十分鐘 貼在心裡面 就像我們一樣 我太太怎麼樣 回來 只是問他說 你今天在過小孩很累 他覺得很鬆 值得為你付出 就是在這裡 問題是父母親 連這種話都不肯給 連這種時間都不肯給的時候 孩子就會覺得很挫折 有道理 不是 他給皮草 但是不給陪伴 所以這不是他要的 讓他一起去吃草就可以 而且手機 手機現在對任何人從老中親小 都是人際關係的連結 最重要的連結 所以不能說不給手機 當然看年齡 也許三年級以後 就可以開放給他 是 法老王 你國中或國小的時候 真的也會看A書嗎 當然會啊 會嘛 你看 他現在當律師 看了A書才能夠變成A 不是 我律師 我這樣說 不是說我們鼓勵大家去看 而是說不要 家長 真的不要把他看那麼嚴重 這樣 好 那黃醫師 你 黃醫師是討醫學院 那妹妹是討台大法律系 對 你們以前會叛逆嗎 就是我常常有時候看節目的時候 大家在講叛逆 我就說我是個乖乖牌 在家裡 然後結果我妹跟我媽聽到 都跳起來說 你哪是乖乖牌 然後你根本就叛逆 這樣 是我感覺良好 獨租沒叛逆 其他都叛逆 所以我那個時候瞬間就理解到說 原來叛逆跟乖乖牌這個字 其實都一線之隔 看你要怎麼看待而已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是乖 可是後來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今天要上娃娃講叛逆 然後結果發現我媽媽又改口 哪裡有叛逆 你一直都很乖 你只是遇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的時候 會挺身而出 那就是沒辦法 一定要叛逆了 我媽媽有看到 所以我後來發現是說 其實父母 有一組父母 他其實不是在乎 你這個小孩怎麼樣 那我不是說我媽媽 我是說他不是在乎你這小孩怎麼樣 可是他是在乎這個社會 對你的評價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短的時候是說 就像前面所講那個親生的 是那個父母親是在乎學校老師 對這個小孩的評價 然後有時候我如果要來說叛逆 是不是我媽媽是不是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不好的標籤 他會擔心 所以他又改口說是很乖什麼的 那我像我妹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們 我們都是長了一副乖乖的樣子 那可是事實上 比如說我妹在高中的時候 他想要參加儀隊 北育女 北育女儀隊 因為每個人他就是覺得說 那個很帥氣 那我們覺得幹嘛要在那邊曬太陽 可是他很想要去參加學姐什麼號召 結果我媽就說那不行 因為高一的時候 要決定要去參加高二的 她說不行 你成績也不是說 就在前面都不用擔心了 你還要考大學 那如果去那邊每天都在那邊訓練 每天都在那邊操槍的話 那你大學研考要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媽媽是根本就說你不能去 那不能去的話可能就是假設是我有可能就是說 好不能去就算了 可是我妹是那天我印象好深刻 因為原來我妹是這種人 他是就是說他一定要去不給他去 他真的哭出來 然後他哭出來就他今天一定會否認 可是他那天就是這樣 他哭到就是整個臉都花掉 然後鼻涕然後眼淚然後在地上打滾 高中了 然後就說一定要去 然後所以後來那一天的那個結論是 就是後來我媽就就退 就說好那你就去 可是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認輸 然後怎麼樣 所以只是說他後來確實很辛苦 然後在念書上 我覺得就要花很多的心力 然後他抄槍那個都是 都是黑青 回來沒有一句抱怨 因為你自己感冒的嘛 對 那這個就是他的選擇 那我覺得我的 我覺得我的那個乖巧是表面的 是因為我沒有去吐出來 所以大家後來發現說 我後來現在都吐出來 我才不要管大家 壓抑太久 因為我壓抑了非常久 我不是一個就是我是要 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我其實或者說你不是單親家庭 有很多的小孩要活在父母的價值觀下 你才有辦法生存 那種生存是很難想像的 比如說其實小孩子有可能 不自覺的想要得到父母的愛 所以要表現成父母喜歡的樣子 或者是他其實也不喜歡父母給他的樣子 可是他就是如果不接受的話 父母其實會擺一副 就是不認同的樣子 我講頭髮好了 我其實就是喜歡長頭髮的女生 可是偏偏我生出來的時候 我就不是鵝蛋型的臉 所以其實我跟長頭髮搭起來說實在 也不是像 就是像雲飛 如果是這樣子的臉型 然後這樣頭髮大家都會覺得很OK 我們看到美女的型態都是被這樣子塑造的時候 其實我也想要這樣 那於是我是不是都想要這樣 沒有人 我覺得比較漂亮 曾經有過 曾經有過 人到這把年紀還可以公然說謊 律師 你自己看就罷了 對 可是大家知道嗎 我就是有印象以來 我的那個國中 國中高中的時候 就比較被剪 就是被帶去剪 那個理髮的地方 然後我媽媽附錢 我都是被剪成男生頭的 看得到看得到 沒有 就是像帥氣的小男生 我都是剪那種頭 他已經看臉型 然後就變髮型這樣子 然後就 剪很短就這樣 非常短就像一個帥氣的男生 可是這樣看很漂亮啊 對 可是這樣說我媽 心裡的痛 我媽覺得說好看 你就是剪這樣子 然後這樣也 不是你要的 就不是我樣 我就是看蟲瑤小說的 我喜歡蟲瑤小說的 就是要長髮 要公主頭 對 可是事實上 我一直都是那樣子的形象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說 我上了醫學院之後 就是我就開始離家住了 然後後來我自己賺錢 然後我自己過生活 可是大家知道嗎 我現在不是跟我媽媽住在一起 我每次說 他都會說 黃宥嘉你的頭髮太長 你要趕快去剪頭髮 現在還管 現在一樣 我現在是超過四十歲 可是我會覺得 其實做父母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其實你應該要接受不如預期 要接受不如預期 我跟大家的差別 是因為我是早產比較不幸的 我第一天就知道說 其實那個是一個很強烈的震撼 就是其實我懷孕的時候 我也幻想著他念劍中 北一女臺大 可是當他二十七週早產的 那一天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想說 眼睛不要瞎掉就好了 然後肺可以打開就好了 你可以調整期待 然後所以我在 我跟大家不同的是 因為我第一天就知道 不可期待 可是父母親做了這麼久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理解 其實有時候你要抽出來 那是別人的人生 因為因為你會說 他是我肚子出來的 你一直把我跟他綁在一起 可是我們之前已經沒有期待連結了 已經很久了 可是因為父母親 就像法老王剛剛所講 他花非常多的時間 在照顧他女兒 真的很用心 所以他很難去脫離 那個是別人 我們對別人是很不關心的 可是我們對我們的小孩 是關心這麼多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大吉桃 你對叛逆有什麼看法 我是說不聽話不等於叛逆 因為不聽話只是代表 他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覺得那個叛逆有分文跟武 那叛逆我個人認為 他是故意反抗 企圖造反才叫做叛逆 企圖造反 不然的話他只能說不聽話 然後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有文公有武賀 你知道嗎 真正的叛逆是這樣子的 我跟你講 像我們在叛逆的 那個時候是四月一號 那大家都很討厭教官 高中的時候 大家都很討厭教官 可是又不敢跟教官幹什麼 於是乎我就代表了 所以那天教官站在校門口 那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教官穿的不是軍帽 是傳型帽 軍匯在前面 我就過去跟他說 教官早 好 早 今天不錯 然後看了半天 看有沒有哪裡不懂規矩 然後我就跟他說 教官 你帽子戴煩了 他好緊張 馬上就戴回來 才真的煩 可是那天升起的時候 教官要代表全校 跟校長報告 或校長的臉是鐵青的 你知道嗎 那是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怎麼可以讓你軍帽代法 沒有多久 我就聽到了 幾年幾班 黃岳鮮訴到訓老處 然後我就知道 那我那個 那時候的這個 這個屬於叛逆的年齡 這個悔過書都已經寫好 只是給哪一個老師空下來 什麼某某某 這空一號老師 近 近 近期 然後學生 黃岳鮮 我就帶一張去了 然後奧基地外 都有庫存 都有庫存 水過書還可以庫存 然後看情情 然後結果他說 我就說 教官請息怒 今天是四月一號 圓圓節 氣到快要跳的 也沒有 結果後來最調皮的學生 可是因為後來畢業的典禮的時候 因為我爸爸那個 那時候已經生意失敗 我們家裡環境比較不好 我就堅決不買那個畢業證書 所以我就沒有去參加畢業典禮 他是唯一全校看到人就找我說 為什麼我沒有去參加畢業典禮 所以很多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要經過這些衝突 然後大家才能夠去理解 所以我是認為說家長 可以 剛剛佑嘉有說一句話 就說這是他的名字 他的臉書嘛 所以我們比較輕鬆一點 孩子自然就長大了 我們有努力學習 那袁水 你國中就翹家了 翹去哪裡 我翹家 我先講 為什麼我會翹家 因為我爸爸媽媽以前管很嚴 然後同學可能有個去逛個夜市 還是去什麼我都不行 就是完全的要聽爸媽的話 我覺得 然後有點亞苗助長 所以後來我第一次 翹家是小學六年級 然後我就出去住了兩個晚上 那時候是住同學家 然後到比較後面就越翹越久 然後後來有一次 以前很流行那個聊天室 網路聊天室 我就在網路上結識了一個網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在家裡很不開心什麼的 可不可以去你家住這樣 然後我就去他們家住 那時候我是未成年嘛 然後那一次翹家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到那個人的家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家好溫暖喔 他們家會一起吃飯 然後他爸媽也是會關心說 你是誰的朋友啊 你好 然後聊天這樣 但隔天 我住那個人家嘛 隔天就我在房間的時候 然後就聽到那個敲門聲 然後打開 我就看到我爸帶了十幾個警察 然後坐在人家家裡面 然後我爸就敲亮 就說你是要跟我走 還是怎麼樣 不然我告訴他們 然後我爸是用這種方式 去跟我說叫我回家 然後我當然不服啊 我覺得很丟臉 因為他們對我好 然後給我關愛 那你這樣對待對我好的人 我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爸也沒有做一些 情緒上的處理跟什麼 都沒有 然後就是沒收手機 然後你不要跟外界聯絡 罐得更嚴 更嚴重 後來我大概就翹家一兩年 我都沒有回家 一兩年 那時候多大 郭忠 我的天 他爸爸 爸爸這種態度 他不攀逆很奇怪 重點是有一次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被報 四中人口了 然後就是很多人在招 我然後有一次是被 那個少年隊送回家 然後我爸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 到我現在其實還滿有隱隱的 那時候我爸就請 因為我爸跟就是警察 好像關係滿好 什麼之類的 他就請了一個男性的 大概四五十歲的警察 陪我去醫院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幹嘛 那我就去 然後我爸媽都不在 然後我就做一系列的檢查 我才知道說 我翹家這麼久回去 我爸就是先送我去檢查 有沒有性病 有沒有靈病 有沒有得什麼病 然後是那個警察告訴我 然後叫我吃一堆 可能就是藥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回家 我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 怎麼不會是我爸媽來 陪我去做 為什麼呢 對 一個陌生的警察 找我去做 那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沒有辦法 還滿危險的 我完全沒有辦法 但警察還是我爸媽來認識 確定他都安全 才能讓他回家 對啦 對 但我覺得 重點是因為他要做的 應該是被侮辱的人格了 對 但他應該是關心我說 你為什麼會離開家裡 家裡是不是少了什麼 因為我爸從來就是從 我小時候他都不跟我說話這樣 所以才會導致我後面 會越來越偏差 我其實一直有在給訊號 可是沒有 我爸媽都沒有看見 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因為我會寫日記 我是讀生女 沒有人跟跟我講話 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寫下說 我想拿菜老爸我爸殺死 我媽去翻我日記 她看到了 你們知道我媽反應是什麼 把我掉起來打 她說你心啊 那你寫這種東西 你爸爸要賺錢 然後維持這個家 對你 你竟然還這樣 你竟然還寫這種東西 你這麼不孝 可是他沒有想過 為什麼一個六年 小六的小孩子 會寫出這麼極端偏差的話 用求助的訊號 我那個時候 我現在長大才能理解 那你一兩年都住哪裡 在那麼小的時候 亂住 到處流浪 到處流浪 然後有睡過公園 然後睡過碗咖 你真的很幸運 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我發生很 我有發生意外 一定有意外的 所以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很堅強 他都住過了 我覺得我有一點 我其實滿想 現在就是我想要請教醫生 就是我其實有創傷症候群 但是我現在的創傷症候群 其實我有一部分 我會把它歸咎在 我爸媽的身上 我其實有點不知道 這該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 是你們小時候 沒有把我保護好跟教好 所以導致我去外面 社會上我受了一些 傷害 不應該是那時候 對待的東西 對 我現在是不是 反而是這個節 我解不開 我覺得這個好難 還有我爸有一個 因為我爸真的是 我不知道醫生是不是都會這樣 還是我爸 因為他 他真的好理性 我那時候也是國中 國一吧 然後我那時候 以前還沒有滿十八歲的時候 是不能看精神科 好像是要看一個什麼兒童 什麼輔導還是什麼的 但是 兒童心智 對 兒童心智 然後但是他們也是會開藥給你吃 那時候就是吃百優劑 吃什麼 那時候就憂鬱症 那我記得那時候拿藥 好像拿一個月還是多久 但我忘了 那我那時候就是親身 然後當天我就把藥剝好 然後 對 全部的藥 我那小時候不懂 我以為那樣會死 然後我就把藥全部吃完之後 然後我就跑去我媽的房間 跟我媽睡覺 然後因為我以為我要死了 因為我就說媽媽 你每次都說就是你懷孕 十個月生我很辛苦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根本不想被你生出來 如果 我就開始講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話 那我媽當然覺得說 你怎麼了 然後後來我就邊哭邊唆氣 說其實我把那個醫生 開給我的藥我都吃掉了 然後我會怎麼樣 然後我媽很緊張 因為我媽媽就是 他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媽當然叫我爸 因為我爸就是醫生 就說趕快來 趕快來 然後我爸就走過來 就說怎麼了 然後我媽就說 你女兒把藥全部吃掉 他要自殺 然後你知道我爸的反應 他就是說 你把那些藥吃掉 你也不會死 那你把那些藥吃掉幹嘛 等一下你自己 坐計程車去洗衣衛 去哪一間醫院診所 我交代好 爸爸也不會陪你去 因為這樣子事情 只會鬧得很難看 用這種這麼極端方式 爸爸還是無動於衷 對 因為我那時候 我現在長大了能理解說 我那時候已經用盡全力告訴他 可不可以聽聽我講話 可不可以愛我 他就不為所動 他可能有一點亞斯伯格的特質 當你去同友家住的時候 撬家 然後人家全家一起吃飯 你在家裡面 從來沒有過全家一起吃飯嗎 沒有 我們家只有一天 就是不能除夕夜那一天 會一起吃飯 我們家三個人 然後剩下都不會 就是我爸會在一樓 他看著去吃他的 然後我媽煮完 就是在廚房吃 然後我就是在房間吃 我在家的時候都待在房間 要一起吃飯這麼困難 非常困難 但是現在有修復了 我現在是在講以前發生的事情 了解 當然 那跟爸爸也都會頂嘴嗎 你會頂嘴嗎 不會 不會 沒有時間 沒有機會頂嘴 沒有機會講到話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會講到話 是喔 但是我跟我爸以前有溝通的時候 我們會用寫信的 就是 對 然後我印象滿深刻的是 那爸爸寫那個信的內容是什麼 等一下再來分享 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那妳有寫信給爸爸 然後爸爸有回信嗎 我們以前都是睡覺前 然後說寫 然後放在門口這樣會看 然後到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這麼直接啊 沒有記啊 沒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不能用講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的個性 他可能沒有辦法放軟 因為他跟我媽也是結婚二十幾年 沒有說過一句我愛你 也沒交過老婆 結果可能我爸他的個性 是這樣的 你說沒有說過一句我愛你 對啊 也沒有交過他老婆 都叫他本名 然後他們也是分房睡 所以我就想可能是 我爸的個性的關係 那有一封信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為對我來說 我爸是一個很高高在上 然後很權威 然後我對他就是 我其實滿害怕他 當然他其實是我的偶像 那那封信最後面是寫說 現在你會很驕傲 我是你的爸爸 未來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很驕傲的跟別人說 那一封是我的女兒 然後其實我知道 我是一個很失敗的父親 那我不容易 我看到那封信 但是那次發生 就是我剛剛講完那些事件之後 我整個瓦解了 就是其實 我覺得父母親事實的道歉 對小孩的幫助很大 像我現在就能了解說 其實他們也是第一次做父母親 當然也會有做錯的地方 那溝通就更重要 像這樣我就覺得是一個 有效跟良性的溝通 那一封信對你很重要 很重要 是 所以現在跟爸爸媽媽的心結 解開了嗎 還在修復 現在表面 講講表面上看起來 我很努力 因為我知道我爸媽年紀比較大 我覺得讓他們改變太困難了 那就我自己改變 可能我爸很酷 那我可能就是跟我自己說 我這次回家 我給自己設一個關卡 我要抱我爸一下 我就在心裡一直想 好 我要抱我爸 我要抱我爸 那一回家 爸爸我好想要那樣 我就抱他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一定要做這個行為 我坐下去之後 我其實就滿開心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擁抱過我爸 然後他也愣 他也傻 他就這樣 走開... 我胃痛... 他就跑走了 他就... 他原來他... 他過知就躲錯啊 所以我發現說 其實他滿可愛的 他很大男人 知道長大之後 我們才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跟他相處 然後發現其實他也有細膩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以前 我太小了 我不知道怎麼樣去發現 他的人格之類的 不是 你沒有學習的背向 還有你們家的那種 對愛的表達都非常極端 應該是會先從母親那邊來 只是說剛好是缺席的父親 這個又沒有辦法給他一個自信 給他一個自己 可以以後像他這樣一個好的 模仿的對象 還有我覺得 我家很特別的是 我媽跟我爸很像冰跟火 我爸是極度的冰 我媽是極度的火 他是以前會把我這樣插在場面上 然後喪巴這樣 然後我的房間 你媽 對 然後我房間就是在 我媽的房間旁邊 所以他洗澡的時候會自言之語 我都聽得到 然後我可能以前功課不好 或是有點微不乖的時候 他洗澡就會喇喇自語說 我怎麼會生出這樣的小孩 一點都跟我不像 我到底是造了什麼 你也老天爺啊 可是那時候 我還是一個小孩子 這對妳很傷 很傷啊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發現說我自己可能很 會討好 習慣去討好別人 跟我一直在證明我自己 其實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關係 沒有 搞不好爸爸真的是 一有童年的陰影不知道 只是長大之後他要武裝自己 對 他不容易輕易表達出他的 所以順便跟你爸爸掛個號吧 我看不完八十九號這樣看不完 爸爸其實表現也不差 他就只是說 當你抱他的時候 他說他胃痛 那個詹惟忠 他說他爸爸是軍人 他一輩 他很愛他爸爸 他爸爸八十幾歲的時候 他覺得他再不抱他可怕就來不及了 所以他利用幫他切蛋糕 做生日的時候 我就抱他說 爸爸我愛你 抱著他 然後他爸爸說 你永PO 你永PO 我覺得父母需要學習 你要給我們一點時間學習 就是你們這些轉變 太突然了 就是我還沒來不及適應的時候 你們又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還是需要讓我們慢慢來 轉變都是瞬間的 我常看小孩就這樣 他今天來看門診 跟人談得很好 然後你不巧講到什麼東西 他突然就沉默下來 所以青少年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在這樣劇烈在變化 你要跟著他們的節奏去調整 這個是幫助他們自癮 也是幫助他們成長的方式 那雲匪爸爸媽媽的關係呢 現在跟以前有變化嗎 照我看來他們就是應該離婚 我覺得啦 因為他們就是 就是感情不好 但是有一種家人 他就是不太會關心你 然後也就是不知道 你喜歡吃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你們就是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算室友嗎 算室友 可能就是你可能今天生病了 我幫你交救護車那種 我覺得他們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有好一點 而且加上之前我是獨生 你我又不乖 這個造成他們可能又更惡化 那爸媽本身他們兩個人溝通也是有問題 因為說彼此指責 說都是你這樣 不然他傳到你 都是你這樣 其實我都會勸父母親來講說 我跟你講 都是你們兩個生病 除非去驗DNA 如果確定是的話 拜託你 要共同負起不要互相指責 對 不能負扯後腿 要一起擔負責任 是 是 是 那我們今天談到叛逆 其中有一個是手機很難處理 那你聽了那麼久 你對於家長對於這個手機的 這個處理有沒有什麼建議 處理 我覺得要以身作則 要不然沒有說服力 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要用手機 那你父母先做到嘛 那小孩他看你父母親做到 他會覺得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因為你如果跟我說不要用手機 但是你父母親整天在那邊滑 那為什麼我不能用手機 小孩子會這樣 對啊 我覺得可能要制定一些家裡的規則 然後大家照遊戲規則 可是我們有處理不完的事啊 這個不是理由跟建議 真的 這個最重要 他有打不完的遊戲跟朋友要連結 對不對 有啦 可以有固定的時間 對啦 就像我們常常講看門診 你還會看手機嗎 不會 所以人家說 許醫師手機在想 不用接 很重要的話 他會留言 我下枕之後 我再看就好了 像我家也是吃飯的時候不接手機 包括我自己在內 是啊 我孫子會說阿嬤 你的手機響了 我說沒關係 吃飯比那個重要 而且這個人在我們吃飯的時候打到 他是沒有禮貌的 那許醫師對於這個手機 你有什麼準則嗎 其實我們就三個準則 就是剛才我完全呼應菲菲講的 就是停看聽 第一個 一定要先停下來 就像我們講的 手機說真的也是一種連結 那既然你要跟實體連結 還是要跟手機連結 所以先停下來 如果你跟實體連結的時候 拜託你 要營救於在這個狀態 要讓這個感受的氛圍 如果你都用手機 那叫什麼 叫BI 不叫AI AI叫智慧 可是一直在用手機 叫BI叫AI 就在第一個要停 那第二個就是看 就是說你到底今天用手機 你要看什麼東西 所以要瞭解他的內容是很重要 那第三個就是說 聽聽小孩的想法 就是說他今天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 你明明知道他現在應該要讀書 應該要做這些 為什麼要去用手機 是不是他有這些學習的困難 情緒的困難 人際的困難 逼著他不得已 才要在這邊尋求一些溫暖的慰藉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一個高中節大學 那有叛逆嗎 當然有叛逆啊 但是我對叛逆的處理員 他就給藥啊 對啊 他就給藥 是這樣嗎 開藥 開比較重 你是不敢啦 他說我的開藥都放在最後一線 當然 那我是開玩笑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讓他允許他有叛逆的時候 大家都叛逆就是 無非是想要做自己嘛 對 那做自己 允許他有叛逆的時候 對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過叛逆的時候 所以你要能夠同理 那同理我常常就是說他其實是兩個字的重合 就是同感才能縮離 所以你要感同身受 那感受是最重要 你如果讓他的感受 你沒有感受他 他的感受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跟你縮離 所以一定要有感受才能縮離 所以這兩個字 同感才能縮離 那你那兩個是 都男生還是 都女生啊 都女生 所以我很信心 很信心之想 反正到青春期 爸爸你不要靠近我 你不要什麼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我 以前我說 就像你那樣 不是都需要我幫忙嗎 怎麼就先來找我 我說我也覺得 所以到了長大之後 往媽媽那邊 那爸爸就是剩下接送的功能 提款的功能 然後如果東西忘記帶的話 爸爸我東西沒哪裏 我可以的 讓他知道說 我們是隨時都可以支援 你有需要 我們都隨時在你的身邊 是 有道理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說說 是ossenlo 袁楓 你說 妳有一次在舞廳 然後看到媽媽 拿著手電筒 那個事情讓妳很感動 很感動 那是什麼樣 我媽是一個貴婦 就是不太會去 因為那個舞廳 其實就是很雜亂 對 而且以前我那個年代的舞廳 是會有人可能在裡面 課藥幹完 那對我媽媽來講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那我時候未成年 然後去私診室一些 有的沒有的朋友 就被帶去裡面 我為什麼也不知道 就覺得好酷喔 探索探險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是市中人口了 然後我就聽到旁邊有人說 有一個媽媽拿手電筒在那邊照 天啊 太誇張了吧 然後我想說 我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該不會是我的媽吧 我心裡有先這樣想 就好死不死認識我媽 我就看她遠遠的 然後我媽就是 跟她一個女生的朋友 然後手就是這樣牽很緊 感覺很害怕 然後拿那個手電筒 就這樣一個一個照人家的臉 不要靠近我 我都就是 對 然後我看到我就實在想說 她真的在找我耶 她是在乎我的 可是我當下的反應 是我躲起來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那我跟妳找到好像是 我做壞事被妳抓到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是選擇躲起來 不過媽媽這件事情是有讓我動容 覺得說 哇你真的有在乎 在乎啊 她不在乎 她怎麼會去找你 可是在乎有很多種方式 搞不好是爸爸就要去找的啊 爸爸 對 可是他們感情不怕 爸爸家去找 他可能也不會去 你們兩個怎麼去 又猜了 又猜了 OK 所以其實父母親 用這樣的方式讓妳感受到 對 表達他們的愛 又感動 我覺得表達愛有很多種方式 我媽可能 她可能試了失重 前面九種剛好我都不適用 就是她覺得那樣是愛 我是對我好 但我就超反彈 可是像剛剛那個來找我 那我就中了 我就覺得哇 那她其實在乎我 看到就是那個光 就是那個光 彭醫師為小孩子 未來要這個拿手機 這個事情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啊 就是放生啊 就是我覺得大家會很奇怪 說講放生 可能會從這裡被趕出去 這樣就是要講陪伴 可是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你某種程度 因為你的繩索綁太緊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要放生 其實因為我是科別的關係 所以我在門診 常常會遇到爸媽 他給我濕顏色 說黃醫師你說給他聽 那個那個手機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是很常遇到問題 所以我自己反而沒那麼擔心 是因為我後來去發現說 你要怎麼樣跟小孩子講 那個手機的問題 第一個 你要舉雙手雙腳贊成 他使用手機 所以我的門診裡面 我第一句就是贊同他用手機 那所以他覺得 本來他以為是要聽到說 我不讓他用手機 我說我贊同你用手機 但是 但是就是依年級而分了 就是你真的是國小的話 我們可能一天 就是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那我會告訴他說 為什麼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因為我就說 因為人生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時 如果你只有這個樂趣 我會覺得人生太可惜 吃東西也是樂趣 跟人家聊天聊八卦 也是樂趣 看書也是樂趣 你要先想一想 為什麼你的樂趣只有一種 這麼可惜 然後第二個 那我會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喜歡看手機 裡面到底有什麼好的 你可不可以推薦給我 然後你會真的聽到 那個年輕的國中 或是國小的學生跟你講書 因為現在有那個短影片 看得很紓壓 然後就很有趣 然後我也說 原來是就是有趣的 就是先贊同 可是我馬上會反問他一個問題 可是我說 可不可以請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這個影片很有趣 然後也很短 那請問既然看了一個有趣的影片 這麼快樂 為什麼這個快樂這麼的短暫 沒辦法持久 以至於你需要一直看下去 然後他會想 我說快樂可以有短暫的快樂 那可是可能也有長遠的快樂 久一點的快樂 你不想知道嗎 我們的快樂你不會懂的 糟糕了 會更想去探討 可是我覺得不需要給他標準答案 所以你就去想一下 難道只有這種快樂 然後我再告訴他弱點 就是說如果你真 因為我說你吃東西 也是會變胖 你看久了 也是眼睛會有傷害 我得老實告訴你 你真的把眼睛弄壞 我可對你沒有什麼解救的辦法 這個我現在手機會越來越嚴重 對 因為我們真的 離不開手機 所有的事情幾乎都在手機舉舉 像我睡眠障礙幾乎是靠 玩手機的遊戲再度過 你也這樣 你這十六七歲 真的 我是七八十歲 跟上時代 謝謝